请收看惠律法师冯写讲座 一件事情你可以把它看得很严重 也可以把它看得很平淡 很平淡啊 一件事情你可以把它看出别人在伤害我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是别人在成就我 是别人在成就我 看你怎么转换这个念头 看你怎么转化这个心境 既然为心所造就任我转了 所以进心的人转都是正念 转都是善念 转都是放下 他就会转了 凡夫一失心他怎么转 就在心境里面 他的思想受到 这个 毒害 之间受到 不倒 因此他怎么转都是烦恼 所以一个弘法的法师 不可以把徒弟 教化成 除了我以外 其他的通通不对 你有权力去攻击 伤害别人 作为一个弘法的法师 这种思想 是非常可怕的 他会使徒弟 错了 还认为自己是对 真正的 弘法的法师 要把徒弟 教育成大我 跟我意见相同的 我们好好的研究 共同走向佛道 跟我们意见不同的 我们要合掌 令欢喜 土天地大 土天地万物 无一处 不是如来掌性 所以一个弘法的法师 必须把徒弟 教育成大我 可以容纳着 异己的存在 不可以把徒弟 教育成 跟我看法不同的 就是我的敌人 这样服务教会完蛋 跟我看法不同的 我尊重 我包容 我随喜 我赞叹 跟我意见 看法相同的 我们随喜 我们认同 我们共同朝向佛道 互相勉励 要有如此的胸襟 这个教育才成功的 所以弘法的法师 富有很重要 下一代的教育 我们必须把佛的心 教育给下一代 佛的心就是不能分内跟外 不能分比跟尺 不能分哪一个宗 哪一个派 哪一个道场 佛的心没有这个 要把大我的心 佛不大的心 来理解对方 来宽恕对方 而不可以把徒弟 教育成敌对的状态 处于敌对的状态 这个是佛陀不允许的 教育你 就是要让你成佛 为什么变成一个敌对的心呢 敌对的心是魔的心呢 容忍 慈悲 纳受的心 才是佛的心呢 同时也教育 我们 底下的法师 将来你们会成就 各居一方 弘法立身 你要把你的徒弟 教育成佛的心 记住师父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